歡迎收看屈機觀察 縱觀環宇 洞察先機 我是吳俊儀 大宇 最近幾天在克里米亞大橋被炸的事件發生後 關於俄羅斯到底會否使用核武來報復的話題 就成為了焦點 儘管俄方一再強調不會使用核武器 但西方依然不斷營造一個緊張的氣氛 僅僅地盯著俄羅斯 俄羅斯就說 烏克蘭很可能會使用安裝彈來襲擊俄羅斯軍隊 被西方普遍認為 這個說法是俄羅斯企圖升級局勢而製造機會 顯然俄羅斯到底會否真正在烏克蘭使用核武 我們就不得而知 但足以將西方嚇死 而為了能夠壓制俄羅斯使用核武器 北約最近在東歐地區舉行核演習 而作為回應不約的這種挑釁行為 俄羅斯亦通知了美國 他們將會舉行年度的軍事演習 當中亦包括核戰略演習 美國五個大樓發言人萊德表示 俄羅斯請遵守對他軍備控制的義務 及保持透明的承諾 不過他強調說 俄羅斯相關的演習雖然是一個年度的例行演習 但美國對此密切關注 很明顯不單是歐洲 美國似乎患上了核恐懼症 俄羅斯在核層面上有任何風吹草動 都會引起華盛頓的高度警惕 另外在美歐軍火庫被烏克蘭搬空之際 俄羅斯前總統梅德韋傑夫 早前對俄羅斯多家的武器製造商進行了視察 向西方國家展示了俄羅斯強大的武器製造實力 俄羅斯今次的視察 其實是打破西方有關俄羅斯武器彈藥 很快便會用完的傳聞 同時亦令西方意識到俄羅斯永不言敗 一邊相俄烏兩軍在烏克蘭戰場上 展開了激烈攻防戰 另一邊相俄羅斯和北約之間的博弈 似乎進入了另一個層次 北約堅持今次要舉行核威懾的演習 引發國際社會對北約和俄羅斯進行核威脅對抗的擔憂 有專家分析指出 北約藉著核威懾掩襲 對俄羅斯展示肌肉 會令全球的核戰爭風險不斷上升 同時有30名美國國會民主黨議員 敦促拜登改變對俄烏戰爭的戰略 在繼續為烏克蘭提供支持之外 應該尋求通過談判來解決問題 其實美國國會反對拜登政府 繼續對烏克蘭提供軍援的人大有人在 但以往主要是共和黨黨籍的議員 但今次由民主黨議員提出 要求改變對俄烏衝突的戰略 又真的不多見 由此可見 隨著美國國內抵制對烏克蘭軍援的呼聲 就逐漸高漲拜登的烏克蘭政策 亦為民主黨的中期選舉 帶來極不利的影響 今集大於和大家說說核戰雲很接近 在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 記得訂閱WKTV 留言讚好和分享給朋友知道 面對中期選舉如此不利的局面 民主黨人顯然很焦急 畢竟如果由拜登繼續令烏克蘭危機升級的話 就會導致國內民生問題、通脹問題加劇 這樣很可能會導致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一敗逃地 如果拜登政府不聽他同僚的警告 不一定會重蹈英國前首相約翰遜和卓慧斯的覆設 因為損害民主黨的利益而被港下台 似乎也解釋了為何近期美國防長奧斯丁三日不賣 就要打電話給俄羅斯防長邵伊古 因為要避免局勢進一步的升級 與此同時 美國在對烏克蘭軍援方面 一些先進的武器和正確的制度導彈 也變成了期貨 似乎也說明了拜登對於烏克蘭軍援方面 也承受了不少的壓力 正在迫使他改變對俄烏衝突的政策 其中也包括減少武器援助 和加強對俄羅斯方面的接觸等等 其實不止美國在俄烏衝突問題上 態度開始發生變化 其實他歐洲的盟友 都開始改變對烏克蘭的態度 日前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 俄烏和平並非不可能 歐洲應該勇於爭取 另外大批德國民眾 日前也圍堵了他們總理府的大門 要求總理索爾茨去和普京談一談 只有這樣才可以避免消柴過冬 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始終用我的暖氣和錢包 為你爭取你的民主自由 是多奢侈 多不切實際 真是跟你友親嗎 歐美民眾似乎不再麻木支持烏克蘭 原因是因為他們的切身利益 已經受到嚴重的損害 當民眾意識到自己的切身利益 甚至乎生存的環境受到影響時 他們自然就會對政府施加壓力 而由此產生的政治效應 從社會去到政界 就會形成一種反戰的思潮 猛烈地衝擊著歐美國國政府對烏克蘭軍援的決心 說回俄羅斯今次的核軍演 俄羅斯的雷霆核軍演 屬於俄羅斯的例行軍事演習 每一年都會舉行 被稱之為俄羅斯戰略核力量的年終巧合 按照著往年俄羅斯雷霆的軍演流程 俄軍的戰略導彈部隊將會從普列謝茨克 向坎冊加半島 試射一枚RS-28的洲際導彈 俄羅斯海軍北方艦隊和太平洋艦隊的核潛艇 亦會在坎冊加半島和阿爾漢格爾斯克的試驗場 各發射一枚由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 俄羅斯的空軍也有參加今次的演習 空軍的戰略軍炸機將會向北極科米方向 發射可以攜彈核彈頭的空射巡航導彈 關於今次的演習有幾個地方大家需要注意 首先是今次俄軍的核演習和北約的核演習 撞了旗 北約今次的核威懾演習名為堅定正午 在17日至30日舉行 當中有14個北約國家參加 資在確保北約的核威懾力量保持可靠 有效和安全 兩場的演習不同之處在於 俄軍在演習當中展示了三維一體的核打擊力量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海陸空三軍的一次核打擊演練 而北約僅僅只是一個模型演練 一個空射核武器裝載和發射的程序 相比之下北約對於核演習的重視程度 就更加像是一場show 像表演多於演練 也就是說儘管西方媒體在民間 反覆炒作俄羅斯打算使用核武器等話題 拜登和其他西方領導人 亦多次在公開場合警告俄羅斯 但實際上在軍事層面上 北約就好像相當不重視所謂的俄羅斯核威脅 而俄羅斯方面也只是在外交場合 回應西方炒作的核話題 即連五國大樓也確認 俄軍的核力量戰備狀態沒有發生改變 換言之 北約和俄羅斯在雙方會否動用核武器方面 其實一直保持著默契 而之前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也承認 莫斯科和華盛頓在過去幾個月中一直保持聯繫 但最近俄羅斯和北約的口水戰當中 就出現了一個新的變數 說的是23日俄羅斯指控烏克蘭正在製造安裝彈 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和俄軍的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 先後聯絡了美國、英國、法國和土耳其四個國家的防長 通告烏克蘭正在製造安裝彈 並且已經進入最後的階段 俄羅斯甚至要求聯合國安理會討論烏克蘭的安裝彈問題 但會談結果不太理想 美國、英國、法國三國發出聯合聲明 不承認俄羅斯的指控 並且指責俄羅斯借這個藉口升級這次衝突 如果我們留意這些媒體的報導就會發現 其實他們都確認了烏克蘭是具備製造安裝彈的技術和材料 但西方國家不願意相信俄羅斯的指控 又或者不願意約束烏克蘭製造安裝彈的行為 那麼俄羅斯唯有用核力量和北約攤牌 將這個話題擺在台面上 談判桌上迫使北約和美國約束烏克蘭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 美國國內對俄羅斯雷霆核演習的反應 相當分裂甚至前後矛盾 一方面美國五國大樓發言人萊德表示 已經收到俄方的通知 今次是俄羅斯每年進行的例行演習 美國亦看到俄羅斯遵守軍備控制的義務 以及保持透明度的承諾 俄羅斯雖然使用無理由的攻擊和魯莽的核戰略 但通過這樣的通知措施能夠減少大家的誤解 同時亦沒有跡象顯示俄羅斯打算使用核武器 美國將會繼續密切關注俄羅斯核演習和烏克蘭的局勢 有一名匿名美國官員向路透社表示 在俄羅斯核演習期間不應該發表過激的言論 因為任何一句話都可能導致局勢升級 可以看得出 美國確實想要緩和和俄羅斯之間緊張的氣氛 而美國發言人亦反覆強調 美國提前知道俄羅斯會有這次核演習 是例行的演習 並且很罕見地稱讚俄羅斯 遵守告知的義務 以及保持透明度的承諾 但另一方面 拜登的表態與五國大樓和美國國務院截然相反 25日當他被問到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指控時 拜登再次警告俄羅斯 在烏克蘭使用核戰略武器 將會是一個極其嚴重的錯誤 而就著這件事 紐約時報認為 與烏克蘭是否在製造安裝彈相比 拜登更加關心的 是俄羅斯是否會使用戰略核武器 所以他們拒絕向紐約時報討論安裝彈的問題 只是強調安裝彈將會是悲劇性的升級 到底俄羅斯是否要藉著烏克蘭使用安裝彈的問題 與北約攤牌呢 這件事是真是好是假也好 這次俄羅斯與北約選擇以核力量核演習進行博弈 毫無異問是火上加油的 而談到核力量又如何少得烏克蘭境內的核電設施呢 最近烏軍第六次攻打紮波羅爾核電廠的行動 又再一次失敗 而且所有參與行動的登陸艦艇 在集結階段已經遭到俄軍火力的打擊 紮波羅爾核電站是歐洲最大的核電站 亦是烏克蘭和歐洲電力供應的重要源頭 這座的核電站目前控制在俄軍的手中 並且一直承受著烏軍的空中炮火襲擊和地面攻擊的威脅 還有一點大家需要留意的就是 雖然俄羅斯早已控制了紮波羅爾核電站 但它並無停止向烏克蘭提供電力 而之前提到很多烏克蘭中西部電力設施 已經被俄軍摧毀了 所以紮波羅爾核電站的重要性就變得更加突出 而一些靠近烏克蘭的歐洲國家都開始擔心 如果這一座的核電站發生爆炸的話 將會造成難以承受的核洩漏事故 而相比之前提到的這個安裝彈威脅 已經遭受到多次炮擊的紮波羅爾核電站 裡面的核燃料庫才是那個最具有威脅性的巨大安裝彈 也有北約的軍事專家分析 如果烏克蘭軍隊不能重新奪回紮波羅爾核電站的話 它也不可能讓它成為俄羅斯在能源上的籌碼 更加重要一點就是 對於紮波羅爾核電站的遠程火炮打擊和軍事攻打的行動 也是烏克蘭捆綁著東歐 乃至所有歐洲國家的重要手段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烏軍每次發射由美國提供的海馬斯火箭炮 都會令到相關的國家膽戰心驚 而紮波羅爾核電站的核燃料庫上 每一個火箭炮和無人機的彈孔 都會令到相關的國家 感覺到有一陣陣的涼風在他的腦後面吹過 差遠了一點 我們先說回這次的軍燃 即使兩個核軍事集團這麼大張旗鼓展示他們自己的核實力 最終的結局我相信都是雷聲大 餘點少 畢竟雙方都承受著內部巨大的反對壓力 就像北約內部一樣 對於取消這次堅定證悟的核威懾演習的呼聲 亦越來越高 因為制裁俄羅斯 已經導致多國國家的民生吻奇加劇 同時北約核威懾演習 亦激起了一些歐洲國家民眾的反對 據比利時RTBF電視台的報導 比利時反對核武器聯盟 鑑於最近局勢緊張 就要求當局取消演習 這個聯盟也發表聲明說 在與俄羅斯關係高到緊張的時期 進行這一類的核演習是不負責任的 這個聯盟也說 如果發生核衝突 比利時境內類似的演習 將會令到比利時成為潛在的目標 特別考慮到北約的總部 和歐盟的主要機構 都位於布魯塞爾 而隨著北約和俄羅斯 互相信任的水平不斷下降 在這個背景下 雙方加強核威懾 很可能會令北約和俄羅斯的關係 重回冷戰時期 或是美蘇之間的核恐怖平衡狀態 恐怖平衡是一個軍事用語 說的是交戰國雙方的武器威力 有一個平衡 而且能夠保證毀滅對方 雙方都擁有足夠的力量 來完全威脅對方的軍事力量 所以雙方也不會輕舉妄動 達至一個和平平的狀態 接下來到底局勢會如何發展呢 我認為北約很可能會以防範俄羅斯核威脅為由 首先在綜合防空系統的框架下 增強反導系統的建設 提升對俄羅斯核防禦的能力 進而加強歐洲的核武器部署 關於核武器這個問題 明天鄧飛校長將會在《屈基焦點》的欄目 為大家詳細講解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記得擔定鄧仔看《屈基焦點》 據屈基工作人員的透露 明天的影片長達80分鐘 最後大於香港 歐美民眾在這大半年來 不斷接觸不同的危機 又通脹危機 又能源危機 現在還去到核危機 到底民眾面對這麼多次的恐慌 會對危機感到盲目 還是會隨著危機進一步的升級 會對危機變得越來越敏感 而最令我擔心的是下一個危機 要大得過 勁得過核危機 到底是甚麼危機 這裡是《屈基觀察》 我是吳俊葉大宇 我們下集再見